現在回到小時候的五十年代 我要開箱 去烤香腸 我不做烤香腸 給你們吃 我們現在到外面去 跟著我走 我現在要去賣場買牛肉 中午吃大腸 晚上又吃 你每天都吃吃吃 吃喝玩樂 沒有豬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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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去逛街囉 美國跟台灣的Costco 它的價位還是有區別 包括這裡的牛肉 我覺得還是 虛貴了一點點 美國牛肉便宜很多了 我們剛去買了牛小排 它一公斤竟然要台幣 1349塊 這個價位如果換算成美金 還是貴了那麼一點點 這粒牛排一公斤也要 2049塊 這個價錢 突然間覺得在美國 消費這種牛肉的食品 真的是便宜多了 我剛剛一邊Shopping 一邊想說 哇 怎麼那麼棒 有這麼多在地的產品 是我們在美國看不到的 那相對也是一樣 美國有很多產品 在台灣也是看不到的 我們剛剛看了一下有很多像糖果 台灣樂家這個巧克力 是489塊 我上次有介紹過Costco 這一集專門介紹糖果甜甜的這一集 我有跟您分享 它如果3塊錢折價之後 它的價位變成7塊6毛9 所以7塊6毛9美金 跟台灣的489塊相比之下 價位還是有差別的 好的 我們現在要來先醃肉 我們把肉弄橄欖油 還有胡椒粉 先搓一搓 讓它盡量不要有筋 肥利牛排其實在牛肉的等級裡面 是我們家比較喜歡吃的 所以我們今天選擇來弄火烤的方式 跟空氣炸鍋的方式來呈現 伯伯這一次剛好又有一個新玩具 因為之前伯伯分享你的那個空氣炸鍋 我們發現它有一個防止的問題 而且會脫落 它的控溫只能達到30分鐘 所以每次我要烤地瓜的時候 30分鐘對我來講都不夠 所以我還要再30分鐘過 還要再調一次 所以我覺得製造麻煩 那這一台我來試試看 因為它可以定時到120分鐘 包括它這一台它的內膽 它說裡面有放那個陶瓷啊 塗層 可能會比較安全性一點 好的 看來已經Pretty了 那我們把它打開試試看 哇還真的蠻燙的耶 來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先把菲律牛排 哇這個面積蠻大 這好像聽說是8.2L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麼來做測試的 我們大片小片試試看 因為兩個效果不一樣嘛 好我們現在放進去 火火那個年代 那個人家騎著腳踏車啊 這上面烤香腸的樣子 那這個到底好不好用呢 我們今天來試試看 走吧 香腸搭配大蒜 台灣的傳統路邊攤的美食 這是他們的生產工具 那帶著香腸還有大蒜啊 跟人家一起在那邊吃辣 或者是有點賭博的性質啊 那如果你賭贏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香腸來吃 那或者是玩蛋豬 這個其實是很回味的一個童年的玩法 那今天我們自己在家裡烤香腸 順便也要做烤肉 傳統的烤肉跟空氣炸鍋 它的區別在哪裡 這個烤肉要先起火 起火其實呢 占的時間是大部分時間 這已經費食好久了 等著要吃香腸要花很長的時間去起火 你看這兩個香腸在那邊熬熬代補啊 有啊裡面都變紅啊 再燒一下它就起來了 嗯 這個香腸也是在Costco買的 我們的總結是 要吃烤香腸呢 自己起火 還發現他們謀生還真辛苦 烤香腸一堆還在那邊起火 還有烤肉是為了要Family get together 因為起火的時間大家只好在那邊聊天 真的起不起來大家也是餓了肚子 還會闖禍喔 浩琴娘娘也跟著出來生果 好像生幾個小時了 烤香長的有點久 可是他們從裡面烤出來的 好像已經有點熱騰騰了 在裡面那種烤香烤的速度好像比較快一點 沒關係我們不管在什麼年齡都在體會不同的體驗 在美國烤肉的時候都是瓦斯姆一開就可以烤肉了 判烤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千辛萬苦終於可以烤 我們切一點刀花 其實可以放一點紹興喔 然後再上去烤效果會更好 烤完之後我們搭配沙蒜吃 今天我們的烤香腸的小夥子 小夥子你要當賣香腸的嗎 你願意嗎 賣香腸 這種投資報酬率太低了 我要改行了 經過了一分折騰 我們的香腸 那種炭火烤的傳統香腸 婆婆50年代的香腸終於出爐了 這個焦焦的感覺還是比較美麗 平常我們自己弄烤箱烤出來就沒這種效果 所以慢慢花時間 體會這種50年代 跟家人花點時間起火 也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喔 今天的家庭聚餐 全部都是小孩子在忙的 這個年齡真的太幸福了 看小孩子都長大了 不用料理的情況之下 還有這麼好吃的 包括有人幫我起火 有人在廚房裡面忙著切菜 或許你也有跟婆婆同樣的經歷 可能到國外留學之後 要回到自己的生長的地方 就很難了 有很多人都是跟婆婆的禮服一樣 就是可能在世界每個國家各個角落 兄弟姐妹都是各自分開的 那要回來reunion一次 通常都是要有特別的節日 才會特別get together 今天烤香腸讓我們有機會get together 我覺得這個開箱勝成功了 那也要感謝我大哥大嫂 他們每次提供他們家的場地 讓我們來這邊吵吵鬧鬧的 那個炭其實是有原理的 既然現在是有另外一種炭 是什麼樣的炭啊 黃寶木炭吧 黃寶木炭 所以它烤出來的效果呢 會比較文火一點 現在目前它這個炭烤 跟我們小時候的那種炭烤 是不大一樣 木炭不一樣 這個老闆很好 特別解釋說 現在木炭的性質是不一樣的 這個文火真的烤出來效果好多了 大蒜吃了 這個就是台灣傳統的大腸包小腸 它這個攤位外面才賣50塊錢 它這條是在接近龍種的地方 它這個離食牌夜市很近 孩子們都回美國了 所以婆婆趁這個機會 來分享用空氣炸鍋 還有傳統的烤肉方式的效果如何呢 想要弄空氣炸鍋來烤菲力牛排 但是我們烤了三片以後 就發現它的焦黃的效果呢 沒有像烤的這麼好 你也看到之前前幾天的影片 我們在山峰點火的時候 整整花了快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後來就有一部分 是拿來空氣炸鍋烤香腸 後來空氣炸鍋 我們烤出來香腸的速度非常好 其實把它切一切以後 烤出來的效果就很好吃了 烤香腸的部分開箱 後來只有烤香腸 還有烤小牛排香菇部分而已 最後我們的孩子們弄煎盤 把它煎一煎 效果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可以吃到三分五分七分 看我們要吃的熟度 可是香腸的話 它的速度真的是很快 這個空氣炸鍋 後來泡泡完了一下才發現 低溫竟然可以達到四十度耶 那它這個四十度 是不是可以保溫的作用呢 我看了一下好像有這個效果了 還有就是它的內膽塗了一層 陶瓷塗層的 所以它比較好清洗 而且比較不會像鐵芙蓉掉漆 那因為它是新的產品 今天第一次用 當然也覺得它很好用 也很好清洗 這個空氣炸鍋 他還分享說 他這個師傅蠻齊全的 他說可以做乾果部分 後來可是我研究了一下 他做乾果部分 它的設定是八十度 可是要做到一百二十分鐘 後來我想一想 那不對啊 我從美國買回來這些乾果 還有這些蔬菜 薑 水果 蘋果 菌類的 全部都可以市面上買得到 你還有需要花時間去搞這個東西嗎 後來想一想 有些東西市面上還真的買不到 像雨衣感來的話你買不到 你就可以就是買回家自己 烤成這種果乾也是不錯的效果 所以它這一台我覺得 我在玩玩看 或許可以玩出一些心得 包括它裡面有烤豬腳 它這個食譜寫得非常的 讓人家很有吸引力 這個是魷魚 我再來嘗試看看 如果好用的話我再來分享你們 你看這個烤玉米 可以透過這裡來烤 這個都是平常 我們可以很容易取得的一些食材 那我們到時候再來示範給你看看囉 婆婆打算在台灣 再多留一陣子陪好奇娘娘 到外面再去拍一些景色 再分享給好奇寶貝你們 那下回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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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吃了一些食材 然後就可以去拍攝